《苗喬偉》、《米雪》以及一眾《愛回家之開心速遞》演員宣傳劇集 三哥和《米雪》將會為劇集特別演出 演回自己,為劇中新店開張,擔任剪載嘉賓 兩人都很享受拍處境劇,還笑言拍過《愛回家》蕭惠雄 我之前拍過處境劇,我很享受 每天都開開心心,每天劇本不同,對白又輕鬆 主要是一群演員相處很長時間,大家都很熟悉,很有默契 而且劇本每天都是談談時事,或是家人 讓你學到東西,社會正在發生甚麼事,或是親子 我覺得是很好玩 好玩,拍直播主經劇是輕鬆一點 沒有拍攝劇,那麼認真,那麼嚴重 又要哭,又要死人 我是你的粉絲 是嗎? 是呀 我們來了,米雪姐 最近大家都多了時間休息 米雪姐和三哥又會怎樣度過呢? 我多了時間做運動 做自己的事 清潔家庭 順帶這麼多年要執拾的事 我們都清理了很多斷捨離 又可以和家人有親子的關係 我覺得是挺好的 是呀,我想很多家人 未試過這麼長時間 可以在家一起相處這麼久 是呀 一起吃飯 是呀,很開心 是呀,通常都是過後過忙 是呀 多數都是一個星期才吃一頓飯 可能現在每晚都一家大小都可以吃飯 是呀,一起出去買東西 買菜,煮飯 這個時候鍛鍊身體很重要 是呀 像雪姐一樣 現在超級超級跑步 划山 是呀 自己身體增強免疫力 是呀 抵抗病毒 我真的未想過我自己會跑步 現在又影響了家人 妹妹一起跑 這個其實是好的 你的心肺功能是好很多 就好像你那樣 你在家裡自己也有玩一下健身 是呀,沒事做就自己做一下健身 有時去到街上跑步 自己的抵抗力 增強抵抗力 和疫苗是很重要的 嗯 Hello,大家好 我是Alfred,許廷亨南 在這裡祝AM730 15歲 生日快樂